但你认识三国时期阵容最豪华的战役 汉中之战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 便是所有人都熟悉的关渡之战 赤壁之战 怡陵之战 三国三大战役 不得不说规模庞大 历史地位极其重要 但每一场战役的双方 都有一方未能提交出满意的阵容答卷 这是让人有点小小失望的 而今天笔者给大家说的这一场豪华对阵 则是来自一场决定刘备命运之战 汉中之战 汉中之战可谓是蜀汉立国之战 当时刘备已经成功谋夺一周 同时曹操击败以马超 韩岁为首的关中联军 进而攻占了张鲁盘踞的汉中地区 一场围绕蜀汉门户 汉中的战役即将打响 我们先来看这场战役的豪华阵容 刘备阵营 张飞 马超 赵云 魏严 黄中 吴兰 雷同 陈氏 黄泉 高祥 刘峰 任奎等 曹操阵营 夏侯渊 曹修 曹珍 曹洪 张和 徐晃 郭怀 赵勇等 可以这么说 刘备方派出了自己能派出的所有精兵强将 四方将军除了镇守荆州的关羽之外全部出阵 赵云 魏严两员猛员也跟随出征 再加上黄泉 吴兰等一周名将 蜀汉绝对是清朝而出 曹操方面则是派出了范碧江山的强将 八虎旗出动四旗 吴子梁将由两员出战 再加上郭怀 赵勇这些关中宿将 曹魏绝对也算是出尽血本 其实汉中之战绝非仅仅是汉中郡一个战场 整个汉中之战共分为巴西之战 夏便之战 定军山之战 汉水之战四场战役组成 我们来一一说明 当然 这里的巴西不是现在那个足球强国 而是指当时一周境内的巴西郡 当时曹操攻下汉中 命夏侯渊守汉中 张和率兵南下攻略巴西 巴东两郡 自己则回关东平定叛乱 而张和的南下成为了汉中之战的序曲 黄泉认为三八之地如若被曹所取 犹如断属古壁 于是刘备任命黄泉为护军 率兵北上抵御曹军 而张和与张非率领的军队在荡渠相遇 张非率精兵出战 大破张和军 自此 曹军南风受阻 回军汉中 如果张非此意不胜 对于蜀汉来说 就是将西川与荆州的连接部拱手相让 这样刘备和关羽就会被诸葛击破 而无法相援 同时曹军海可以南下进攻江州 这样就可以重负当年诸葛亮 张非进军成都的路线 在张非大破张和之后 刘备亲率法政 黄中 魏延 赵云 高祥 刘峰等 攻破巴东 巴西两郡 直逼汉中 曹操的反击 下边之战 巴西之战后 刘备收复三八地区 此时汉中就成为了刘备的首要目标 刘备先是派出张非 马超 吴兰西出武都 截断曹军的后勤供应 同时亲率大军出剑阁进攻杨平关 同时派出陈氏攻击徐晃驻守的马明道 以求切断汉中与关中的联系 此时汉中主将夏侯渊也沉着应对 他派徐晃守马明阁道 确保汉中和关中的联系 张和屯广时正面对抗刘备军 而自己则坐镇汉中指挥 同时曹操派曹洪帅关中援军持援夏侯渊 眼看着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而刘备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只西出武都的精兵出了问题 曹洪援军很快到达了下边 在曹修率领的虎豹齐冲锋下 很快击溃了吴兰的部队 而张非和马超也因无法坚守武都 直接逃往了汉中 刘备西出武都截断援军和后勤的计划失败 这时刘备只能将注意力放在了汉中主战场之上了 至于陈氏的小谷部队 自然也是被徐晃揍得鼻青眼肿后 也回到了汉中 曹军痛失主将定军山之战 按刘备的原计划 如果张非、马超能占据武都 陈氏能击退徐晃 那夏侯渊将面对三路军队的何为 可惜三路都不顺利 于是刘备决定后撤 放弃杨平关 渡过棉水 占据了坐落棉阳县的定军山 夏侯渊此时 眼看军事有力 便亲率部队准备与刘备在定军山一带决战 可这一切都因为黄中的一次突袭改变局势 夏侯渊在一次前线视察 修补阵地时遇到了这位老将 俗话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 老黄中就是冲着你夏侯渊来的 而夏侯渊是来视察前线的 结局就是黄中推风必尽 最后竟然击杀了夏侯渊 曹军主将前线阵亡 什么概念 军区总司令死在了第一线战场上 曹军于是在张和的率领下 退回杨平关继续坚守 刘备军与曹军隔汉水对峙 曹操与刘备的直面汉水之战 夏侯渊的阵亡 迫使曹操亲自到达前线主持战局 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 形成了消耗战的局面 要知道 此时曹操军在北山囤积了千万囊的粮草 而刘备方面已经达到了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的局面 双方都在此撑 刘备意识到了 这场战役最终的关键则在于后勤 于是他派兵守备各处要地 但不和曹军正面交锋 同时派出黄中 赵云诸将出兵结粮 这就造就了赵云立威的汉水之战 当时黄中先领兵结粮 在过了与赵云会合的时间后 赵兵亲率几十名亲兵救援 途中遇见曹军前锋部队 赵云率数十人竟然将曹军前锋打散 赵云在救出黄中之后 再次突围而出将伤者带回营寨 之后三国时期真正的空城纪上演 由于曹军紧追不放置赵云军债前 赵云下令大开营门 自己独守营前 曹操军见此情况 怀疑赵云设有伏兵 怕重埋伏 不敢向赵云进攻 于是向后退去 此时赵云下令铭机战鼓 鼓声震天 又令军士以禁弩射曹操后军 曹军惊骇 自相揉见 坠入汗水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汗水一战是曹操来到汉中前线后 与刘备军唯一的一次遭遇战 而赵云的出色表现 也使得刘备不禁感叹 子龙一身都是胆野 此战过后 曹刘对峙的局面被打破 刘备开始派出部队前至杨平关 而此时 丢失大量粮草的曹操 则变成了坚守不出的一方 没过多久 曹操便悄悄撤出汉中 汉中之战以刘备的胜利而结束 汉中之战可谓是一场 势均力敌的战争 然而这场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的战争 史书上却交代非常少 历代也少有对这场战争的战术评价 而曹操从建安23年7月开始制兵 到建安24年3月抵达汉中 准备时间长达半年有余 但在汉中与刘备 僵持了仅仅两个月就撤出汉中 这始终是一个谜团 有人认为是汉水之战 钟赵云的神勇击溃了曹操 继续争夺汉中的勇气 也有人认为是后方的叛乱 促使着曹操回军 这一点尚未有定论 但后人大都认为是赵云击败了曹操 终结了这场历史两年之久的汉中之战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顿转提供的翻译